随着天气逐渐回温 几岸乡公所从3月6号开始 陆续在全乡18个村 展开登革热及病霉纹的防治作业 乡长游淑珍呼吁民众 要共同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工作 预防登革热和小黑纹 清洁队员穿起防护衣 走进巷弄林里 分别以水雾及烟雾的方式 进行登革热与病霉纹的防治作业 随着天气逐渐回温 几岸乡公所留好上午 从南华村出发 都需要在全乡18个村 展开环境消毒作业 每年三次的防治登革热 112年第一次 今天从南华村开始 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能够平时做好冲倒清刷的工作 把家户储藏的这一些锅碗瓢盆罐 甚至于是花盆剩余的这一些水 能够平时都把它们倒干净 能够保持好环境的清血 用我们365天防护环境的力量 来取代每年的这样的一个药剂的喷洒 也希望大家用自然的力量 来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 来取代我们用药剂来作为一个清销的工作 游淑珍表示全乡防治登革热巡回 将会在每村执行两天的药剂喷撒作业 而工作前都会预先播放广播提醒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另外也呼吁乡亲 务必掌握寻盗清刷四个药诀 以人工自然的方式减少病没纹的滋身 进而从源头改善 共同维护社区环境维生清洁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